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吹牛老爹入狱后外国网开始出现大量传闻 说入狱的老爹不是真正的吹牛老爹,而是克隆人 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主要来自于老爹入狱前后照片的对比 这些照片让粉丝们对一切产生了质疑 这组照片有人指出了一些非常明显的差异 首先可以发现,他的耳朵突出的幅度是完全不一样 他的下颌线的长度也明显不同 一个略长,这一场景与最近背骨的吹牛也存在明显偏差 另外两个鼻子的差异化也比较明显 一个较宽,一个较窄 并且最重要的是,他脸上的黑字胎记却莫名消失了 这就像是乍一看是同一个人 但如果凑近观察每一个部位,却又不像是同一个人 以上结论都是来自外国网柯南门分析出来的结果 有人认为这只是监狱里的光线不好 又或者是他在监狱里的压力所导致五官出现细微变化 但很多人并不会认可这种说法 已经不是第一次 或者替身的说法有些离谱 但他们都觉得监狱里的不是吹牛老爹 至少不是我们多年来所熟知的那个吹牛老爹 而且更离谱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辛普森一家 这次既然也预言了吹牛老爹的白色派对 这再一次将辛普森一家拿上了一个新高度 他所涉及的是在2016年 辛普森一家第28集第12集中的片段 该区的主角参加了一个以白色为主题的派对 派对上全都是名人权贵 辛普森一家其实并不具备预言 老爹现实生活中的白色派对非常相似 并且这一集中 派对的主人与现实生活中人物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除了人物的形象之外 也包括他们强大的人脉 和奢华的生活方式 同样的白色主题派对 同样的奢华社交生活 这和正在发生的丑闻形成了诡异的比较 除此之外 网上还疯狂流传着另一张辛普森一家的图片 图片显示 吹牛老爹作为辛普森一家中的一个角色 正在被警察追捕 戴着配套的太阳镜 这些事件 角色穿的那套西装 与吹牛老爹在2023年美国黑人娱乐电视奖上 穿的粉色西装 以及配套的太阳镜相匹配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十分相似 仿佛早已预测到了 吹牛老爹会被警察逮捕的场景 但是后来 辛普森一家的制片人马特塞尔曼出来澄清说 辛普森一家中那张逃避警察的角色 图片是假的 并非动画里的画面 因为辛普森一家 虽然图片是假的 但是白色派对确实真的 不了解 辛普森一家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 他穿着粉色西装 一个较短 成功预言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 我在往期视频里 有专门讲解过辛普森一家 他成功预测过非常多有名的事件 例如2021年哈里斯当天就任副总统的画面 2015年播出的一集中 特朗普成为了总统后的场景 动画中和现实中特朗普的样子 简直如出一辙 这些动画倒进现实的感觉 真的让人感到震惊 有人说 而是AI合成的图片 提前通过这种形式 将这些事情告知了出来 近几年 西方世界可谓是一直都在打高端局 不管是罗利岛还是吹牛老爹 利尔他可能只是一个计划 无不是一次次刷新我们的认知 曾经自称文明自由的西方世界 现在看来也不过而二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